他如果寻正规的方法 三年五年没有不开悟的 纵然不能大车大悟明先见先 那个小悟大悟是必定先前 佛的意思不能完全明白 明得个五成六成七成是应当可能的 那就有很大的使用 不念着方法去做那就没法则了 这是讲我们如何去求正知正见 我们用佛经典来做个帮助 要从错约回头依靠正确 这第三个归生 生是清净的意思 凡于生气 翻成中国意思 叫和和中 所以生里有清净和睦的意思 我们不求别人跟某某和睦相处 不这样求法 求我自己应该与大众和睦相处 这是佛法跟一般教学不相同的地方 佛法一心求自己 不求别人 无论别人以什么态度对我 我要以清净心和睦对他 这是佛教导我们的 为什么呢 如果你要求别人都和睦对他 你想能够达到心底的清净和睦 是永远不可能的 所以要是求主内心的 求我应该怎样清净和睦对人 这个是决定可以得到的 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功德了